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腾月 两个人质被萧贵和张小静分别看守住 仅存的那个皮肤开始去解坠架上的绳索 他把绳子一圈一圈地绕下来 然后勾在大腾框的顶端 坠架要求必须能吊起一人一马 所以这个腾框变得无比结实 为了保持平衡不会翻倒 框体四面各自吊起一根绳子 在顶端收束成一股 再接起陆路上的牵引绳 如何把这几根绳子理顺接好是个技术活 否则腾框很可能再吊下去的半途翻斜 那可是要出人命的 皮肤忙活了一阵累得满头大汗 总算是把腾框调好了平衡 只要路路一松即可往下吊人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人手 腾框要缓缓下降 要求摇动路路的至少是两个人 还得是两个有力气的人 若是肖桂和皮肤去握路路 那么就只剩一个虚弱的张小敬 看着两名人质 肖桂没做多的犹豫 走进天子 忽然挥出一剂手刀 切中了他的脖颈 这位九五之尊双眼一翻 灯势倒地昏迷不醒 之前没打婚天子 是因为要从秦政物本楼的复杂环境脱离 让他自己走路会更方便 现在眼看就能出城了 没必要顾虑了 太真还以为天子被杀了 不由地发出一声尖叫 蹲下身子瑟瑟发抖 肖桂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对皮肤吩咐道 把他也打婚 他知道张小敬献的身体脊皮 很难把握力度 所以让皮肤去做 皮肤摁了一声 走过去要对太真出手 这时张小敬道 先把他扔藤筐里再打婚 皮肤先一正 随即登时会议 这是个好主意 可以省下几分搬运的力气 于是皮肤拽着太真的胳膊 粗暴地一路拖行至城墙边缘 然后将其丢进藤筐里 太真蜷缩在筐底喘息不已 头上玉簪瑟瑟发抖 皮肤也跨进了藤筐 伸出手去捏他的脖颈 心里想着 这粉嫩纤细的脖颈 会不会被一掌切断 不料太真一见他伸手过来 吓得急忙朝旁边躲去 整个藤筐是悬吊在半空的 被他这么移动 整个筐体摇摆不定 皮肤有点站立不住 手扶筐边喝道 你找死啊 这声呵斥起到了反作用 太真躲得更厉害了 一边晃一边泪流满面 皮肤发现他似乎有点故意而为 不由得勃然大怒 起身凑过去 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臭娘们 他这么朝前一凑 腾筐晃得更厉害 太真为了闪避皮肤的侵袭 极力朝着身后靠去 突然一声尖叫 从太真的口中发出 他似乎一瞬间失去了平衡 右臂高高扬起 要摔到外面去 皮肤情急之下 伸手去抓太真的衣袖 指望能把他扯回来 可手掌揪住衣袖的一瞬间 却发现不对劲 太真虽然是昆道身份 但终究是在宫里修道 穿着与寻常道人不太一样 今日上元节 在道袍之外 他披着一条素色的沙罗披薄 这条披薄绕过脖颈 斩于双臂与臂弯 末端夹在指尖 显得低调而贵气 刚才太真悄悄地 把披薄重新缠了一下 不绕脖颈 一整条长巾 虚缠在右臂之上 两端松弛不济 看起来很容易与衣袖混淆 这种缠法叫假批 一般用于私下场合 会见闺中密友 皮肤哪知道 这些贵族女性的门道 他以为抓的是衣袖 其实抓的是 虚缠在手臂上的披薄 披薄一吃力气 立刻从手臂上脱落 皮肤原本运足了力量 打算靠体重的优势 把他往回拽 结果一下子落了个空 整个人猛然向后扬倒 朝着筐外跌去 好在皮肤也是军中好手 眼疾手快 身子虽然掉了出去 两只手却把住了筐岩 惊魂未定 正要用力翻回来 却突然觉得手指一阵剧痛 原来太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从胸口衣巾里 掏出了一把象牙柄折刀 闭上眼睛狠狠地戳刺过来 这柄折刀本是天子所用 后来被张小静夺走 现在又到了他的手里 皮肤不敢松手 又无法反击 只得巴住藤筐外延拼命躲闪 一个卸甲的老兵 和一个宫中的游物 就这样在半空中摇摇晃晃的藤筐内外 展开了一场奇特的对决 太真没有斗战经验 不知道什么是要害 只是一味的狂刺 结果皮肤身上伤口虽多 但都不是致命的 皮肤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知道还有反击的希望 便强忍剧痛伸手乱抓 他无意中竟扯到了太真散落的长发 顾不上怜香惜玉 用力一拽 太真只觉得头皮一阵生疼 整个身体都被扯了过去 皮肤起手猛的一砸 正砸中他的太阳穴 太真哪吃过这样的苦头 啊呀一声 软软的摔倒在筐底 晕厥了过去 皮肤凝怒着重新往筐里爬 想要给这个娘们一记重重的教训 可这时头顶传来一阵咯咯的轻微断裂声 他一抬头 看到吊住藤筐的一边绳子居然断了 这大概是刚才太真胡乱挥舞 误砍到了吊绳 皮肤面色一变 手脚加快了速度往里翻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失去四分之一千眼的藤筐 陡然朝着另外一侧倒去 皮肤发出了一声悲鸣 双手再也无法支撑 整个身体就这样跌了出去 悲鸣声未远 在半空之中又听到了一声清脆的断裂声 原来刚才一番缠斗 让藤筐附近的吊绳乱成了一团麻线 皮肤摔下去时 脖颈恰好伸进了其中一个绳套里 那声脆响是身子猛然下坠 导致颈椎骨被勒断的声音 藤筐还在屋子摆动 太真瘫坐在筐底昏迷不醒 在筐子下方 最后一只皮肤搭了着脑袋 双眼突起 任凭身躯被绳索掉在半空 在暗夜的城墙上 指压指压的摆动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萧龟站在陆路边 根本没反应过来 直到皮肤发出最后的悲鸣 他才意识到不对 三步并两步 赶到城墙边上 朝藤筐里看去 看到自己最后一个手下 也被吊死了 萧龟大怒 朝筐底的太真看去 第一眼就注意到 他手里紧紧攥着的小象牙柄折刀 萧龟的瞳孔陡然收缩 他想起来了 这把刀原来是天子腰间所配 还把他的眼睛给扎瞎了 但是后来是如何到太真手里的呢 再联想到刚才那条绳子的突然断裂 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一阵不正常的空气流动 从萧龟耳后掠过 他急忙回头 却看到了一团黑影 竭尽全力地冲了过来 将他死死朝城外撞去 萧龟情急之下 只能勉强挪动身子 让后背靠在坠架附近 那根好奇的旗杆上 堪堪作为倚仗 借着这勉强争取来的一瞬间 萧龟看清了 撞向自己的正是当年的老战友张大头 大头你 萧龟叫道 可对方黑着一张脸并不言语 他已经没有搏斗的力气 只好抱定了同归于尽之心 以身躯为武器撞了过来 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旗杆只抵御了不到一弹纸的功夫 便喀巴一声被折断 这两个人云那一面好奇 从长安东城墙的城头 跃向半空 大齐猛地兜住了一阵风 疏然展开 裹着二人朝着城外远方落去 一如当年 就在此时 东方的地平线上 出现了第一抹晨曦 威西的晨光 向长安城投射而来 恰好印亮了夜幕中 那两个跌出城外之人的身影 长安城内的街骨 咚咚响起 响彻全城 第二十二章 陈初 天宝三载 元月十五日 陈初 长安 长安县 安夜坊 在鸡骨急促的古典声中 李毕一聊跑脚 急走数步 静自来到自语亭下 他抬起头来 毫不畏惧地盯着亭中那位 大唐除了天子之外 最有权势的人 也是自己最大的政敌 对方也同时在凝视着他 只是自今身份没有开口 李毕身后 传来了纷乱的脚步声 吕奔军的士兵们 也一起涌过来 他们迅速地站成了一个弧形 把整个自语亭严密地包围起来 李林府身边的护卫 眉头一挑 拔刀就要上前 却被主人轻轻拦下 李毕双手 恭紧一抱 朗声说道 拜见李相 李司成有礼 李林府淡淡地回道 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他身材瘦高 面相轻渠 头顶白发竖得一丝不苟 活像是一只高挑的鹤冠 李毕注意到 对方用的称呼是他的史直 静安思成 而非本官 戴昭汉林 可见 李林府已经判断出 集温夺权失败 并且接受了这个结果 今天这位李相 一直在跟静安思作对 现在终于示弱认输了 想到这里 李毕不由的精神一震 李林府为相这么多年 示弱的时候可不常见 他如此退让 果然是因为被自己击中了要害吗 想想也是啊 这只幕后黑手 在最接近胜利之时 在自己最隐蔽的宅邸中 被静安思堵了一个正着 心筋动摇也是应该的 一念及此 李毕含笑道 这自语亭 兼有精致大气 若非李相这等 凶有秋贺之人 不能为之啊 李林府 捋着胡子下的三缕常然 眼睛一抬 亭子样式确实不错 老夫置试之后 也该学学才是 从回应里 李毕感觉到了对方的虚弱 他摇摇头 从怀里掏出一份手石递过去说 李相说笑了 下官已查得清楚 这里难道不就是您的 隐记宅邸吗 皮肤曾在这座院子里停留 那么只要咬定宅主的身份 无论如何 他也逃不脱干系 此时 兴信公情况未明 李毕必须敲钉转脚 把最大的隐患死死咬住 才能为太子谋求最大的利益 李林府接过手石 掠扫了一眼 冷笑着抖了一抖 不过是写了龙溪二字 就成了老夫的产业 常元 你未免太武断了 李毕早料到 他会识口否认 若非是李向外宅 那就请解释一下 秦政务本楼春宴未完 为何您要中途离席 躲来这一处 他本以为李林府 会继续找借口狡辩 可对方的反应 却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 难道不是常元你 叫老夫过来 说有要事相伤吗 李毕一正 玄技脸色一沉 在下一直在静安司忙碌 何曾惊动过李向 再者说 以在下这身份 岂能一言就能把您从春宴上叫走 李向 未免太高看我了 若在平时自然不会 可今日先有突厥狼胃 后有皮肤 长安城内惊扰不安 若关系到圣人安危 老夫不得不谨慎 李林府从怀里 亮出了一卷纸条 上头有一行墨字 大致意思是 天子有不测之祸 速来安夜坊 某处宅邸相见云云 物与人言 落款是静安司 李毕道 李向在静安司 安插了这么多的耳目 岂会不知 当时鹤奸昏迷不醒 我亦被皮肤掳走 怎么可能有人 以静安司的名义 送信过来 正是不知何人所写 才不能怠慢 李林府点了点纸条背面 上头留有一个 圆形的音记 这纸条并非通传所送 而是压在老夫酒杯之下 礼必一惊 因为太子在春宴现场 接到的两封信 也是不知被谁 压在了酒杯之下 原本他推测 这是李林府 故意调开太子 好让他成为 试杀父皇的嫌疑 可现在 李向居然也收到了 同样的信 这顿时 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 同时把太子和李林府 都调开春宴 这到底为什么 不对 李毕在心里提醒自己 不可能有这种事 太子和李林府之间 一定有一个人在撒谎 他捏紧了拳头 放弃虚以为宜的盘问 直接了当道 李向可知 是才太上悬员登楼 发生了爆炸 李林府面色一灵 急忙朝着 兴庆宫的方向看去 可惜黑夜沉沉 沉袭方起 看不清那边的情形 他们刚才听到了爆炸声 可还没往那边联想 现在李毕一说 李林府立刻意识到 其中的严重性 怎么回事 这位大唐中书令 沉声问道 眉头紧搅在了一起 李毕暗暗佩服 他的演技开口道 怎么回事 李向应该比我更清楚 您一直寄于静安司 还埋下眼线 引狼入室 岂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 李毕此时豁出去了 说得直白而尖锐 以挥手 周围吕奔军士兵 立刻举起弩来 防止这位权相发难 李林府违笑这么多年 脑子一转 随即明白 李毕为何气势汹汹的 来围堵自己 几个护卫大惊 下意识的把主人挡在身后 他处遍不惊 推开护卫 挺起胸膛 走到亭边 淡淡的道 长远 这是一个阴谋 李毕忽然很想大笑 口密附件的李林府 说这是个阴谋 这是一件多讽刺的事 李向难道对静安司 没有觊觎之心 难道不日思夜想的 想扳倒太子 李林府双眼 透出了阴质的光芒 嘴角微微翘起 你说的不错 可在这件事情 若我早有算计 这时该死的 便是长远你才对 因为在你们的算计里 我早就该死了 李毕不再拘于什么礼节 上前扯住了李林府的袖子 李林府叹了口气 缓慢地摇了一下头 你我虽然立场不同 但老夫一直很欣赏你的才干 可惜你如今的表现 真让老夫失望 李向不妨随我返回静安司 慢慢分剖便析 李毕只当他是穷途末路 胡言乱语 这件事情的脉络 他已经完全弄清楚了 李林府是皮肤和突厥狼味的 幕后黑手 又在静安司安查了内应 两者理应外合 瘫痪了静安司 绑走李毕 然而李向一边趁机 指使吉文夺权 一边让皮肤发动袭击 他自己为避免被波及 提前离开秦政务本楼 躲在了这处宅子 同时又让皮肤用李毕 把太子李亨吊开 这样一来 便可以让世人误以为 这次袭击是太子 为试杀父皇夺权所为 将其彻底扳倒 谁有能力策动 突厥狼味和皮肤 谁对长安内外的细节 如此熟人 谁有能力把局面上的 每一枚棋子 都调动到最合适的位置 整个计划 环环相扣 缜密细致 绝非寻常人能够驾驭 无论从动机 权柄 风格 还是诸多以显露出的迹象去推演 只有李林甫才玩得起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